那么你想便有钱吗?或者你想要更善于理财呢?不,解决方法不是找到一些沉默的宝藏或赢得某种游戏节目,而是改变许多人都有的一些简单小习惯。 过度和放纵的消费,这是很大的因素,可以是某个大型购买或你几乎不会去注意的小花费。问题是,所有这些购买费用加起来可是会占你收入的一大部分。 例如,如果把你所有的账单放在一个背包里,一个串流媒体服务订阅不会造成多大的重量,但如果增加两个会员资格,这个背包就会开始变重。 你昨晚出去吃饭,但前三个晚上你都买了外卖,开始感到压力了吗?你刚买了你想要的新吉他,这没什么,毕竟你特别存了钱来买它。 你的背包里还有空间,但你也买了一些小东西,比如新衣服,几本漫画书,又剪了头发。 现在你的背包变得太重,重到你搬不动,你已经得到了所有你想要的东西,但是你现在被困住了。 当然,你需要在食物、新衣服和让你快乐的东西上花钱,但首先你得做好预算。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建立一个表格或试算表,列出你每周赚多少钱,来决定你需要在必需品上花多少钱,然后多少钱得存起来,以实现你的财务目标,然后你就会清楚地知道你还剩下多少钱可以花。 重要的是,要知道你什么时候能买得起什么东西,问问你自己,你的旧运动鞋是否还能再穿一个月后再买新的,或者在你剪头发前,别人是不是能透过你的刘海看到你的眼睛。 与此同时,重要的是,不要剥夺自己所能负担的消费。 过分着重于省钱 你是否曾经努力节食,结果又回到了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中,这通常是对自己要求过高或期望过高导致的结果,毕竟我们都应该不时善待一下自己。 省钱也是如此,每天吃一份甜食或甜点可以协助你坚持减肥,因此偶尔的消费也能减轻朝着财务目标努力时的压力。 假设你已经连续三天只吃沙拉和蔬菜了,你的肚子咕噜叫,你非常想吃你是有刚好好的巧克力蛋糕。 最终你屈服了,你再也无法忍受了,你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块蛋糕,但现在你的节食计划失败了,既然如此,不如再吃一块。 你还没反应过来,就把整个蛋糕都给吃了。 为自己设定目标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目标越复杂就越容易出错并感到沮丧。 当你灰心丧气的时候,很难不产生放弃的念头,但是别轻易放弃,允许自己每天吃一块蛋糕会让你的减肥过程变得更容易。 所以,犒劳一下自己和朋友去看一场电影,或者买一双你一直想买的新运动鞋。 但前提是确保自己有遵守预算设定。 将自己和他人的财务状况做比较。 你的邻居有一间豪华大房子,一个可爱的游泳池和一个宽屏电视荧幕,你可能在想,为什么我没有像他们那样的大房子? 另一方面,街对面的邻居有一间小房子和一辆旧车,你现在可能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还不错,毕竟笔上不足,笔下有余,是吧? 然而,无论你周围的人是有钱还是贫穷,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你就比他们更好或更差。 将自己的价值与他人相比较,并不能帮助你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只会让你分心而已。 别浪费时间关注你的邻居拥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只需要担心你自己的目标,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计划并付诸行动。 也许十年后你会拥有比隔壁邻居还要大的房子,没关系,这不是什么比赛。 重要的是你自己的目标,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道路。 为了赚更多钱而忽视改变,对大多数人来说,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错的薪水,然后慢慢晋升,曾经是一种枝崖常态。 当然,你会养成一种舒适的生活习惯,上班给老板留下好印象,领薪水,周末和朋友聚会,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对你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也许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生活,也许你没有试着去挑战能否实践自己的愿望和发挥自己的潜力。 今天,生活中有比朝九晚五的工作更重要的东西。 职场上有这么多的机会,在找到自己喜欢和擅长的工作之前,寻找新的职业选择,很常见。 例如,你可能有一份教师的工作,但你也是一名动物爱好者,你会喜欢兽医这个职业。 当然,取得一个新学位并在这个行业中一步步打造出未来可能非常不容易,但是最终你可能会因此而变得更快乐,而且你也可能会在做你热爱的事情时赚到更多的钱。 改变这些旧的思维方式,也会影响到当你的财务状况发生变化时,你的行为反应。 你刚刚在你热爱的工作上获得了晋升,而且还大大的加了心。 然而,你还是按照以前的需求生活,自己做所有的家务,为晚餐做便宜的意大利面,好好省下没分钱,学会改变你的观点,根据你的收入调整你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负担得起,那便是你应得的犒赏,让自己的生活更轻松,只会让你的工作生活更愉快。 注意价格标签 杰西J曾经唱过,重点不在于钱钱钱。 好吧,在我们的影片中确实是,但可能不是在于价格标签。 你还记得你攒钱买的那把吉他吗? 好,你现在有了存款,你在乐器行准备下手买下它,但当你看到你想要的吉他的价格标签时,你犹豫了。 当然,你已经有足够的钱了,但你也可以再少花点钱买一把更便宜的吉他,然后把多的部分省下来。 所以,你在乐器行里买了最便宜的那把吉他,然后把剩下的钱存进银行。 然而,当你回到家后,你的新吉他音不准,而且音质听起来很糟糕。 这便是个浪费钱的例子。 即使你认为自己买便宜货是在省钱,又或许你更倾向于购买某些东西,纯粹只因为那东西很贵。 当你购物时,价值并非是你省了多少钱或者花了多少钱,而是来自它对你的意义。 别去想自己失去了什么,想想自己得到了什么。 记住,务必按预算下单,你可能得为你想要买的那把吉他攒了好几个月的钱,但你可以等到你存够钱再买。 如果你是音乐家,就把它当作一种投资。 一把好吉他可以协助你的音乐会演奏效果,并有可能因此将这笔费用给赚回来。 这便是聪明投资。 如果你想赚些聪明报酬,你可能最好考虑一下该把钱放在哪里了。 即使你把钱存在银行里,也务必考虑哪种账户滚出来的利息最多。 花你手上根本没有的钱 如今,我们有比过往更多的选择和服务,赢得你去花手上根本还没有的钱。 从信用卡到宣买后付网站,你可以带着你在商店里看上的昂贵的商品回家, 然后再分期付款慢慢还债。 对某些人来说,管理自己的奢侈品消费可能是一个更实惠的选择。 但如果你不小心的话,这可能很快便会失控。 你刚帮自己买了一把新吉他,他很贵。 但没关系,你不用在今天一次付完全额费用。 你可以在接下来每两周分期还款。 现在你还有多的钱可以花,更贵的东西可以买。 你信用卡额度上还有很多的额度,于是你带了各种新东西回家。 而每件东西你当下都只付了其总价的四分之一。 但现在你必须每两周支付同样的费用,而未来总是充满着不确定。 你的朋友可能在计划一场自助外出旅行,或者你可能收到一笔意外的账单。 你可能可以平衡好你的账务问题,但你也可能难以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平衡好自己的财务目标。 除非你能事先确定预算,否则避免花手上根本没有的钱,总是更好的选择。 省钱并为自己设定财务目标非常棘手,但还有许多可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可以帮你赚到你想要的钱。 但就像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一样,最重要的是你的健康和快乐。 所以设定好你的目标,建立一个适合自己的预算,并确保在你能负担得起的时候犒赏自己。 有时候这似乎显得不可能,尤其是当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总是在赚钱还债的时候,或者你似乎就是无法在银行里存到那笔凡人的金额的时候。 有时候凡事仿佛都有自己的思想那般,但你并不孤独,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财务状况是一件很难掌控的事情,无论是付房租,缴账单,买食物,还是进行休闲活动,生活有时候真的挺昂贵的。 但是别担心,靠以上我们这些技巧,绝对能帮你解决你的财务问题的。